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来到这边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动画教室里头 所见到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感想 当我谈到动画教育的时候 我最常被问的问题 不管是家长还是同行的老师 问的问题是这个 未来 我们更具体地说是什么呢 请问一下 学这个以后未来工作好不好找 动画师 这个产业现在收入稳定吗 在台湾搞这个影剧有发展吗 如果在座的各位 有这样子的疑问或者好奇的话 你们呢 我建议你们看这个荧幕上的影片 这个影片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 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呢 因为这些影片啊 都是我做的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不是要来这边自吹自擂 而是呢 我就是一个台湾影剧教育下的产物 从大学到研究所 到就业的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影剧的专业 我制作过很多的电视节目 广告 MTV 也入围过国内外的一些影展跟奖项 可是我要问各位的问题 是贯穿今天演讲的主轴的 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刚才有没有用力看 有没有 请问在座各位 在今天之前 曾经有在电视上 或手机 或任何的平台 看过这些作品 任何一秒钟 一支的 请举手 不要害羞 因为这是我人生上半场的成绩单 你们举手越多 表示我做得越成功 可以左右看一下 谢谢各位 你们刚刚给我一个铃鸭蛋 我要讲的是 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我一点都不意外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一张 是YouTube 每分钟上传影片的时间 每分钟 在左边的这条轴线是小时 以后从2007年到现在 从完全没有 到现在每分钟 上传超过900个小时的 内容 到网络上 这句话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每天 所生产的影片量 超过我们一生 所能观看的 所以你们没有看过我的影片 很正常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未来 未来是什么 未来 今天的孩子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 大众传播 不再像过去 这么有力量的一个时代 不要讲说做广告 他们面对 他们面对的 可能是他们将来 想要做一个婚礼录影带 都找不到专业制作公司 可是他们会面 他们会有很多的工具 可以去自己完成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谈未来的时候 我们在谈的是工作 那我们不需要学影像教育 因为这是悲观的 电影公司在关门 电视台在裁员 广告公司在降预算 工作没有了 我们为什么要进学校 学这件事情 可是我希望大家看一看 这张图表的另外一面 为什么每分钟 可以上传900个小时 以上的影片 是因为科技 各位现在手上的手机 比我在20年前念电影的时候 系上最昂贵 百万等级的电影摄影机 画素还要好 各位现在手上的手机 比我当年在电影学校 做非线性剪辑 最强的电脑 还要快 所以各位可以拍出 非常专业的作品 也因此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内容 时时刻刻都在传播 所以现在我们演讲 正在直播着 你们刚进场的时候 可能给自己拍了一个照片 打了卡 各位正在做影像传播 在内容这么多的时候 如何让自己的讯息 被听见 被看到 我们必须要找到 最有效率的 最能够抓住别人眼球的方法 而视觉教育 绝对是你的答案 视觉永远是最快速 最有效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未来的孩子 今天的孩子 他们学习 不是为了一个工作 而是为了他们的将来 如果今天一个人 他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一个人写了文字的履历表 一个人给了一个影像的DVD 我们很清楚 哪一个人自我传达的比较好 而第三个人走进来 他带了一个频道 过去13年来 每天他都在分享自己的点点滴滴 我们知道 谁在传达上会更有优势 所以在五年前 我就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转变 所以我在我的工作上 也做了一些调整 除了在制作专业的影片之外 我开始在周六 开一些动画相关的课程 以三小时为单位 我让孩子 从一个完全没有使用过 专业设备来拍摄动画的 到走出教室 带着一支影片回家 刚开始做得很简单 圣诞节我做圣诞节特辑 中秋节做中秋节特辑 端午节做端午节特辑等等 有玩具我们就做玩具的特辑 随着教学经验的增加 还有当然我们也不能老是 端相同的菜单给学生 所以慢慢地 我就创造了一些其他的教材 比如说剪脂动画 或者用自己的身体来做表演 把自己身体当成动画的材料 去做一些人体的动画 也开始开发一些教材跟教具 让教学者跟学生 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 体验他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创作 比如说我们用纸模 让孩子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 建立自己的第一支藕动画 或者是呢 用我们调配好的粘土 有设计好的动作跟教材 让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就拍摄出非常顺畅的粘土动画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们可以再去玩他们的创意 做青蛙王子啊 青蛙过街啊 等等的动画 在三年前 我们所在做的一些课程 原本都是局限在财艺教室里面 但是呢 被一些县市政府啊 还有基金会 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邀请我们 从台北的财艺教室 把课程拉出来 走到一些更多的乡镇学校 将我们教学方法 分享给其他的教学者跟学生 所以去年 我们在跟着永宁基金会 寻回全省 深橘色的区域 是我们去年所走的区域 我们将教学方法 分享给超过150个教学者 跟100个学生 由他们作为种子出发 今年 我们已经走完全省了 又再多接触了 分享了300个种子老师 在这些教学过程里头 我们遇到很多的老师 在一天的时间里头 一天的受训时间里头 他们就彻底掌握了诀窍 并且回到学校 拍出了非常惊人的作品 为什么我知道惊人呢 因为我们每年 都会举办动画比赛 让这些学生跟老师 有一个平台 能够将所学 能够做出一个表现 去年我们的比赛 第一名的作品 是现在荧幕上这支作品 叫阿嬷的BB声 我给各位看两分钟 看一下一个只学一天的老师 他回到学校 能够带学生做的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真小针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告诉我阿嬷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阿嬷 大家好 我是纯粹阿嬷 在我小孩的时候 爸爸妈妈因为到工作 就没跟我拖着会 妈妈他爱我好好听阿嬷的话 妈妈对我吃得好 都会买得很好看什么 让我穿 他每天阿哥会煮 很澎湃的菜 让我吃 整个地方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当然喔 我是很乖 我都会跟阿嬷的道具 很自由啊 但是等到我 讨厌的时尽 好 我带大家看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他刚讲但是 然后我们听到配乐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的感情要破裂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你们可以上网 再去看这支作品 但是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这张图 我们看到一楼的教师 上面写的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五甲 为什么要看这张图呢 这是一个 在苗栗通宵的一个丰树国小 它全校学生不到三十个人 只有六个班级 所以一个偏乡的小学 他们可以拍出一个非常感人的作品 事实上我认为 我自己教都没办法 带学生做得这么的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后来呢 不光在我们的影展 得奖了 然后呢 还被客家电视台播出 访问 然后上了很多当地的报纸 还有电视台 现在在YouTube的点击率 已经超过三千次了 三千次多不多 如果你们上一下 我官网看一下 我以前做的作品 就知道很厉害 三千次真的不少 那我要讲的是 就是 当我们在偏乡跟城市 到底在动画教育上 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跟各位报告 也许他们阅读能力有差 数理能力有差 但是在动画的课程里头 表现却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的确认 因为在我走了那么多学校 我所使用的教学方法是一样 教材是一样 教学时间是一样 甚至常常教学老师是一样 而我们所做出来的结果 在这里 我们有四个县市在这里 台北市 苗栗 还有南投和屏东 有家长联谊会的子弟 也就是经济条件 相对较好的学生 也有距离最近城区 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偏乡学生 你可以分辨出来 哪一个是哪一个吗 有点困难 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用猜的 因为在相同的教材之下 他们的表现是一样的 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很振奋 因为不管你来自于哪里 你的背景是如何 你都有权利 也有能力 在现在的自媒体里头 去大声地表达自己 不过我们在鼓励自我传达 视觉表达 这么多年 接触了三千个学生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媒体不缺声音跟意见 对不对 大家都很有意见 可是我们不听别人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很难达成 很简单的共识 所以我开始推动团体创作 也就是我们让一般学生 或好几班的学生 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在这个完成作品的过程里头 透过田野调查 我们来认识这个问题 然后透过讨论跟编剧 来建立你的观点 透过创作来将你的创意表达 透过发散来能够最后表达意见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 就是由永离基金会所赞助 所制作的一支关于能源的影片 这是预告片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让他们一起看环保的影片 了解火力发电 核能发电的问题 然后用他们的创意 讲说北极要融化了 北极熊怎么办 他们自己去做这个 北极熊逃亡祭 然后120个学生 在15天里面 一起编剧 一起制作 完成了一个7分钟的影片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不敢说 所有的孩子都非常了解 他们想要选择 什么样的发电方法 但是他们的确认识了这个问题 而且了解了彼此的观点 我们将类似的创作方法 用在很多其他的 群体创作的案子 像左边是新北市观光的影片 它是由180个孩子 在15天所共同创作的 如果你现在到新北市文化局 所托管单位 譬如说新北市动画故事馆 或林家花园 你会看到这支影片 在循环的播放 这是我想讲 虽然想讲的就是 大众媒体虽然在失去它的力量 可是大众媒体可以给个人 参与的个人力量 当这些孩子知道 他所做的作品 会在公屏幕播出的时候 他们看待他们的创作是不一样 他们想要让大家 知道他们的观点 并且感产生了他们的荣誉心 我们已经为新北市 屏东市跟高雄市 制作过观光的广告 然后在右边这个 则是我们跟政大文学院 故宫博物院 所共同合作的一个专案 我们让文学院从来没有受过 动画训练的学生 在接受故宫博物院的 这个专业的介绍 还有政大中文系的老师 讲这个文物背后的内涵 然后我们教导动画 我们共同为故宫来制作 国宝的影片 所以后来呢 故宫的官网上 你可以看到 有许多这些文学院的学生 所制作的作品 在这个团体创作 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基本 艺术教育的问题 就艺术教育常常很昂贵 为什么呢 师生比不能太高 一个老师照不了多少学生 第二个 耗材费用比较高 所以我们常常在 艺术教育的推广上面 它就被家长给排掉了 而我们在帮这些县市政府 跟基金会服务的时候 我们有行销的费用 来可以降低艺术教育的 这个cost 让小孩能够更便利的 甚至是没有负担的 接受高品质的艺术教育 并且产生荣誉感 同样的对这些工单位 也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你知道 每一个小孩参与的创作 他们的家长会做什么事情 发Facebook 所以原本呢 工单位的广告没人看 可是这些广告 销路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其实它也都是一个 主题式的一个教学 对不对 跨科目主题式教学 它教环保 它教文物 它教等等 有人问我 有老师校长问过我 说到底动画教育 哪一个科目来教这件事情 比较好 我的答案是 我不认为动画教育 应该摆在任何一个科目里来教 它是一个素养 它可以在任何科目里头 当作一个教学的工具 比如说我举现在 这一支一片的案例 它是我一个营队的学生 我用这种做的 我用这种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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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部码 都掉了 我用这种码 我用这种码 把我洗净 这种码 结束的时候我取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大导演国际发表会 用英文来讲我这个故事的内涵 相信我 他们在那堂课 他们的英文真的有应用到 而且你们也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环保的影片 所以同样的 又是一个跨到环保领域的 一个议题的作品 接下来这个专案 也是一个主题式的教学 我认为也让我感觉 也蛮感人的 蛮温馨的一个专案 大家好 我是小狐狸 越南的国旗是金星红旗 他们的衣服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我们的钱和越南的钱是1比750 越南还有水上市场 甚至还有水上木儿戏很特别 我也好想看看哦 我们将我们的教材分享给台中图书馆 所有的分馆 他们在今年暑假都有动画相关的营队跟课程 其中金武分馆跟我合作了一个 就是我们让新著名第二代 透过手作书和动画来介绍他们的故乡 或许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 那我们跟着20个新住民的第二代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蛮温馨的案例 你可以将动画用在各种的课程 它可以是自然课程 它也可以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化课程 我们手上有非常多这一类型的案例 所以我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 未来 教育当然是为未来做准备 我们现在的影像教育 不是为我的事业做准备 你们刚刚给我打一个零鸭蛋 我可以接受这一点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要如何面对媒体 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 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做职业训练这件事情 至少在影像教育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在高中指大学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影视相关视觉传达的科系 每年这一方面的毕业生超过一万人 但是我们在中小学的阶段 却没有许多的微电影素养的课程 而这一类的课程 才是他们真正要面对的世界 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学习动画 或者是影视传达呢 任何人 公安创作的 就我在过去我教过小学生 中学生我们也做过创课的课程 用3D列印来做偶具 用镭射切割来做场景 然后用化学药剂来做翻模 高中生我们也做过 大学生 你们刚刚看到故宫专案 社会人士 你知道很多人在公司里做人士才快 他其实心里有个动画梦 还有平均60岁以上的这种社区大学的学生 我们也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 让祖父祖母跟孙子孙女 在同一个教室里面 一起来制作一个属于他们相关的故事 什么时候是执行影视教育的时候 既然它是素养 任何时候 只要你准备好的时候 都是好的时候 而我们在讲未来 我认为 如果 这个一代 他们提早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让他们提早开始 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 他们已经会使用平板跟APP了 我们不妨让他们来尝试做一支动画 做一个微电影 尝试建立一个频道来表达自己 在这个时候 我们投资下去的时间 是绝对值得 如果我们能在这里 开启他们的热情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会自己上网 到浩瀚的世界里头 去弥补他不足的地方 去做出更好的影片 而从这里开始 我们可以让他发挥最大的忠效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在他们对于媒体 还懵懂无知的时候 去告诉他们一些正确 但却很少人在讲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媒体管理 NCC管理大众媒体 那自媒体呢 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孩子 为了要争取别人的眼球 为了要争取认同 去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 他违反了别人的隐私权 他违反了制裁权 他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我们看到有多少孩子 将他们的时间花在游戏直播 抖音这一类 比较浪费生命的传播行为上 而且产生了900个小时 网上加更多的垃圾媒体 如果我们能够告诉他 媒体能够帮助你自己 能够改变这世界 哪怕是一点点 越早的时候告诉他 能够告诉他 你在现在做的每一个媒体上的决定 都会影响这个世界 影响你自己 可能会造成好的或不好的后果 建立他的道德感 那我们这一代 他们未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可以有很健康的一个心态 更重要的是 这世界上我相信 有越多好的内容充斥在这世界上 这个世界会更好 所以我在这里邀请 所有在座的教育者 如果希望今天的演讲之后 你们对于媒体教育 希望有这个信心 带入你的教室 那我很乐意 跟各位一起 然后达成这个 我心中的愿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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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